那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 我今天就来 就是他以后能够 就是改变一点 就继续过 要是改不了 我们就过不了 我也不想过了 你啥态度啊 我尽量在改嘛 这冰冻三次非一日之寒 我有一天也改不了 那你要改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你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那你答应他你要改 反正他讲 他讲的这些 我觉得是吧 既然你说 说是错了 那我肯定是错了 对吧 我也肯定去争辩 没有意义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错到哪里 你还不知道 你错在哪 他就每次吵完 他就是跟你这样争辩 他感觉好像 他一点事都没有 他是对的 他就是这样子的 吓我一跳 这两步小跑 在家也这样是吧 是的 弄哭了晚上又一哄 哄完之后 再继续这样的日子 是吧 就一直 我一直有 就是冷啊 我感觉我已经冷了 这么久了 七年了 我感觉再冷下去 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崩溃 我就感觉忽不了 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那事都不大 但是所有的事堆在一起 对 这个情感当中 最后一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被冷落了 是吧 而另外一方还浑然不知 我问你啊 他 我问你几个事实 咱们不扯了 您讲 你夫人说你经常出去喝酒 而且一喝就喝到凌晨两三点 三四点或者四五点 是还是不是 曾经 是还是不是 十一二点就回了 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有还是有 但是三四点回了吗 就是两点 一两点 一周出去喝几回酒啊 一周啊 基本 五六天吧 五六天吧 那不就天天晚上在外头吗 就在楼下呀 没多远啊 然后白天您是睡觉对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也是以前 现在呢 现在白天我也上班了 也做卫生 白天怎么可能睡觉呢 白天在家吗 在家 你们俩白天在家的时候 有交流吗 没有 各干各的是吗 对 他玩他的手机 你要跟他讲话 他也不会怎么样 是还是不是 是 那就说这两个 共同生活在屋檐下的人 基本是没有交流的 对 是的 是还是不是 是 你自己觉得 你冷落他了吗 冷落没有吧 您觉得先生冷落你没有吗 冷落了 这个主持人 我要辩解一下 我老婆的文化不高 真是能抬杠 我说我这个嘴巴 在外面也是人所会到的 我一回来看见他 我就哎呀 他在外面 我们不是 我就淹了 我就忍 这个人就没劲了 知道吧 我看见他 我那讲了三句话以上 我就感觉 我这辈子栽在他手里了 真的 而且他叫我来 我是非常不愿意来的 为什么呢 我发自内心的 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他就可能对我 是满肚子的情绪 所以我就觉得 世宝他可能觉得 我细皮笑脸的 所以你觉得 你的婚姻还行对吗 我觉得非常好啊 打分的话你打 打100分 你打多少分 50 50 50可是不及格 对 不及格 所以这就是问题 先生觉得是100 妻子觉得只有50 你问他们日常社会 有什么大的冲突吗 最大的冲突来自于 妻子觉得丈夫冷落了他 而丈夫觉得 我很好啊 这种大的反差背后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 一起进入 休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